成年人学古证还来得及吗? 评论区有一些学生问我 老师,我已经30或者40多岁了 甚至还有更大年龄阶段的学生 在这个年龄段还能不能学习古证呢? 答案当然是可以 我们学习是不分年龄阶段的 活到老,学到老,当然是值得提倡鼓励的 可为什么很多成年人总是在学习过程中 感觉到困难重重呢? 接下来三点来解答你的困惑 首先,成年人学征一定要摆正心态 我见过好多成年人学生 一上来就急于求成 刚刚学会了沧海一声笑 觉得很容易就信心满满 可是发现要弹好听的曲子 需要从基础学起 就变得不耐烦 说放弃就放弃 这样啊,肯定是学不好的 不要心急 静下心来 你发现你会收获更多 其次 成年人学古证 一定要懂得坚持 成年人因为时间比较随意 还有一些学生 不想学习考集曲 只想弹奏流行曲 这样就会导致 无法承受练起执法时的枯燥 就容易放弃 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 一定要坚持按时上课 少请假 每天按时练琴 长期坚持 一定会看见回报 第三也是尤其重要的 成年人学生 也一定要注重基本功的练习 基本功是重中之重 没有一个好的基础 万丈高楼又怎能平地起呢 因此在课下练习时 要抽出一半的练琴时间 来练习基本功 基本功打扎实了 不管你是弹流行曲 还是考集曲 你都会感觉到游刃有余 音色越来越好 我是静怡 陪你一起成长的古正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